海贼王,加洛特无缘草帽团第十人,北田塑造了两个猥琐角色。 看完海贼王1006话之后,我瞬间觉得佩罗斯佩罗很帅气,但同时又觉得加洛特很惨,因为他败北了。 可有意思的时候,佩罗斯佩罗并没有杀死加洛特,他原本是有机会的,但还是收手了,并且说下了这样的一句话,就这,你还想报仇? 你们是来我们大妈海贼团野餐的吗?不想让同伴死的话就滚回去林子里吃草吧,还挺适合你的。 之后佩罗斯佩罗就走人了,也就是说,加洛特在他眼里啥也不是,根本不起眼,加洛特还有望成为草帽团第十人吗?下面一起来分析下吧。 加洛特无缘草帽团第十人 从我个人的感觉来看,加洛特应该是无缘草帽团第十人了。 一开始他确实有这样的条件,但后来,加洛特的戏份减少,不仅如此,如今更是为了报仇,而跟佩罗斯佩罗打起来了,这是个人过于冲动的表现了。 虽然佩罗斯佩罗曾经杀死过佩德罗,但加洛特也不应该去单挑他,毕竟选赏和实力都不是佩罗斯佩罗的对手,无疑自己就是去送死。 此外,和之国的片段中,特别注重了大和这个人物角色,反而加洛特身上没有其他亮点了,大和起码还是跟玉田有关联的人,他身上还有玉田的航海日记,所以大和后面还有很重要的作用。 可加洛特现在都已经失败,直接就被安排出局,如果乔巴他们没找到加洛特,后续加洛特根本就没有戏份了,想要上船,那真是太难了,加洛特也只能跟主猫狗回大象岛了。 因为他的愿望也满足了,算是出航见识到了世面,这对加洛特来说,已经足够了。 北田塑造了两个猫狗角色。 虽然加洛特是失败了,但他也如此的拼搏,这种精神很值得称赞。 对比之下,山士和桃之柱,就真的很可恨了。 北田在这一画中,直接塑造了两个猫狩的角色,特别是桃之柱,如今的桃之柱遇见了大和,直接躲在大和的衣服里面,逃避凯多团的追杀,时而还露出可恶的笑容,这让海泽尼怎么想。 另外就是山士了,布鲁克和罗宾两人先来营救山士,结果山士自己跑人了,还幻想住要去九霞那边呢,还是逃之柱那边,两头飘忽不定,看到罗宾和玛丽亚。 两眼发光,从一个绅士的人设,变成了猥琢的形象,我想说,北田你到底在干什么呢?和之国居然要靠逃之柱这个小鬼翻盘,实属万分气愤,难以平息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,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